做一些聖靈的工作 有些人可能來到我們中間 或者還未很接受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接受 能夠經歷神的作為 譬如你先聽到Azerai的經歷 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上個禮拜大家聽到Janny姐妹 Janny 她的手 她的女兒四年失眠 按手祈禱 接著就好 回大學 停了一年讀書 但回大學 這是按手祈禱的時候 她經歷到聖靈的工作 我希望大家渴慕 個個都渴慕聖靈充滿 不要說 不要我了 你們先做吧 而是個個都渴慕 好了 聖經是告訴我們 人是真的會在神的同在 會跌在地上 在啟示錄一章十七節說到 約翰 跌到在耶穌的腳前 蘇羅 施錄一章九章四節 他就跌到在地上 在施錄一章中說 其實是沒有說到是向前的 是說到他跌低的 所以這個經文並不一定是向前 因為有些人就說向前跌就是神 向後跌就是魔鬼 這個其實真是很沒有根據的 因為我們其實祈禱 又是奉耶穌命 來到天父面前 是沒有理由是魔鬼的作為 我們又跟從耶穌 這個是最好的答案 一看果子就知道他從哪裡來的 我們看到經歷聖靈 我們是一路愛慕神 一路順服神 處理生命 又真是跟從神 又跟從聖經的 是沒有理由 魔鬼這麼厲害 就是你一路奉耶穌命 其他一路魔鬼來做功 而不是耶穌來做功 你說有沒有理由呢 是不合理的 而很多人的確經歷很多改變 不過這個第一件事 很多人接受不了 就是跌倒在地上 跌倒在地上 捉拿耶穌的兵丁 也是跌倒在地上 這些經文大家都看到了 然後就是 《但以理》書第十章也說到 《但以理》 你看到異象的時候 它也是跌倒在地上 然後在歷代之下 《五章十二節》 說到祭司不能暫立功績 因為耶穌的榮光充滿神的電 他們就不能夠站得住 就是神的同在 這就是看到聖靈的臨在 神的臨在會叫人站不到 站不到不是祂想 而是神的能力臨在 上次有個人說 是否祂暈倒呢 我想說給大致不是暈了 祂是完全知覺 祂聽到周圍的人說甚麼 所以跌在地上並不是暈了 其實通常他們說 祂是很舒服、很平安 很多時候經歷了甚麼呢 是感動 羅馬書五章五節說到 是聖靈將神的愛囂貫 有些人就會經歷神的愛 我自己就在1998年 一個報道家為我按手的時候 我就經歷到神這種很大的愛 是將我生命完全的改變 二塞書也都說到安慰一切悲哀 所以有些人會哭 哭有兩種 一種是感動的哭 另一種是比較淒涼 可能他有些憂傷 釋放出來 一種是感動 一種就是他那些憂傷 神將他釋放出來的時候 可能哭得比較厲害一些 另外有些人又充滿喜樂 有些人也沒有按手下 也有很多人經歷喜樂 路加福音十章21節說到 耶穌被聖靈感動就喜樂 看到聖靈是會帶來喜樂的 耶穌都喜樂了 為甚麼我們不可以喜樂呢 譬如你的兒子 在香港考到狀元 我都不懂你怎麼說 五星星 考到五星星 是全香港最好成績的 那個上了電視 你會不會一直告訴別人 這個是我兒子 一直說的時候 你的嘴巴淋淋的 祭子自己不笑 在那些情況下 人們就覺得是可以笑的 但是在神的聖靈充滿之下 有很多人覺得笑好像很奇怪 其實我們不需要有這個觀念 其實在神裡面喜樂是好的 神是可以醫治的 所以中間有需要釋放醫治 都可以在神裡面喜樂 《詩囊人傳》也有十三章五月二節 說到門徒滿心喜樂 又被聖靈充滿 尔創書說到喜樂 由代替悲哀 好了 我現在就講一講 怎樣被聖靈充滿 我們怎樣可以保持 我想說 大家在按手的時候 那是經歷聖靈 不代表一定充滿 充滿是你保持 持續保持 你想持續保持 是你要跟著以下的 聖經的教導去做的 第一樣是恨惡罪 求主赦免和離開罪 很多人都說 求主赦免 我又打機打了很久了 我又上網看了一些不好的影片了 我又罵了人了 我又生氣了人了 怎知道明天又做過 為甚麼會做過呢 因為他沒有恨惡罪 他沒有覺得這個罪很嚴重 當我們想到 我們每一次傷害人是很嚴重的 是令到人受傷害 還有這個傷害是得罪基督的 得罪弟兄是得罪基督的 所以我們就生恨一切的罪 當你生恨的時候 知道罪會破壞的 你的心理就會拒絕罪 譬如像我這樣 我真的看到神的工作很大 我四處去領罪會的時候 我看著人經歷聖靈 看著他生命更新 好像Azrah那樣的情況 我在不同的地方 看到不同的人 整個生命被改變 成為傳道人 成為宣教士 我看著神的工作 如果我犯罪 是不是會破壞了神的計劃 你就會覺得 哇 二牧師 為甚麼你那麼浪費 你可以做那麼多事 為甚麼你犯了罪 影響了你的侍奉 譬如我犯了罪 影響了我的名聲 影響我的侍奉 你會覺得很可惜 我問你 你的生命都是不是很寶貴 所以如果你犯了罪 如果你犯了罪 你犯了罪 我們每個人犯了罪 都是很可惜 所以我們要憎恨罪 知道罪的破壞性是很大的 它一直破壞下去 所以你一有罪的意念立即處理 我們遲些會說 有罪的意念立即處理 你是可以處理到的 第一就是恨活罪 我們記得恨活罪 第一就是悔改 第二就是 一起讀紫色的字 心愛 相信和 形容聖經 就是把聖經形容出來 很喜歡神的話語 喜歡得不得了 當你越看聖經 當你看到聖經 釋放出來 解釋出來 你看到是非常美好的 譬如我講到神在我前後環繞我 我想到隨時隨地 神在我前後環繞我 我覺得是很美好的 神不斷地服侍我們 很謙卑服侍我們 我覺得很多經文 我看到耶穌所做的事 神所做的事是非常美好的 我心就很喜歡和形容出來 第三有信心 神是因為我們歡欣喜樂 默而愛我們 請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另一個技術方法就是拍 拍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神是很開心的 信心是甚麼呢 上次我說過六個字 是甚麼 記不記得嗎 神做事我放心 一起再說 神做事我放心 神做事會不會做得不好 不會的 神愛我們 是不是愛到底 是 所以我們時時 我奇恩到 耶穌我知道你就是在 有些人跟我說 如果我這樣 祈禱好像很假 但我說 其實耶穌是真的 祂真愛我們 你現在可能 你開始不太相信 但你開始令自己相信 你不用怕 有些人說 耶穌我愛你 好像很假 我不是那麼愛耶穌 那你說 耶穌你幫我愛你 耶穌你幫我愛你 每次你講一下 你開始 越多感激神 你就能夠愛神了 就是神是很喜歡我們的 當你知道神很喜歡 很喜歡充滿我們 我們就會有信心 就不會覺得神很怨勞 好 然後第四就是 一起讀 用心靈敬拜和讚美 整個心靈 耶穌所講 用心靈誠實來敬拜 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 聖年充滿的 最重要的鑰匙之一 那我就將它拆開 拆開做我們的魂 我們的靈 魂是包括一起說 思想 意志 感情 意思是什麼 整 我們的思想 完全認同 聖經每一句說話 聖經所講的 完全認同 完全相信神是最好的 很多人祈禱只是用思想 不過他們的思想是怎樣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神的工作是不是這樣 那種思想 我們不是這種思想 是整個思想 完全認同 聖經說什麼 我就信什麼 第二就是 決意完全跟從神 因為跟從神是最好的 有些人以為 有兩種基督徒 一種完全毀生 釘十字架 另一種就是 不斷以那種 我就是信耶穌 上到天堂就可以了 有些人說 我上到天堂就可以了 其實這種教堂是最辛苦的 越在罪中越辛苦 越擔心越辛苦 有沒有發覺這件事 所以你想享受生命 你越釘死自己 是越開心 不是越痛苦的 有些人以為 釘死自己就很痛苦 其實不是的 你越釘死你的老惡 因為老惡令我們辛苦 你就決意 我要釘死我的老惡 不要跟從我的老惡 那你就越能夠整個心靈敬拜神 決意和建立強烈的感情 看到甚麼都想到神 我上次請過大家一起做 現在再一起做 閉上眼睛 深呼吸 放鬆的人 好了 開眼了 可以開眼了 有些人都是很享受的 有沒有覺得舒服 神做的空氣已經這麼好 神做的每一件事都這麼好 神做的耳朵都很好 聽到聲音是不是很漂亮 其實那些聲音有時 就是它的來源 譬如你行山 那可能風吹 有些葉子動 那些 就是 很小的 好像沒什麼意義的震動 但是我們聽上來 是很舒服的 海浪聲是不是很舒服 雀仔叫 神是創造得很漂亮 所以每一件事 我們看到的時候 都看到神的美好 還有祂的愛 神的感情是好的 人是很有感情 而中國人是特別有感情 可以看到 我發覺中國人 尤其是香港人 當然香港人也有很多麻木 不過 香港人有很多 寫很多書籤 勿忘我 想念對方 在香港特別多 在很多地方 沒什麼人寫這些書籤 很多這樣的卡 很多人的意念 都是看得出 有感情是好很多 所以有很多人離開香港之後 去到別的地方 覺得很失落 因為那些人 那些感情很弱 而我們的神是充滿感情 我是很喜歡神 我知道神很有感情 所以我 享受神的 享受神的感情 當你能夠用你的感情愛神 已經很接近用我們的靈了 好了 然後呢 靈魂 大家看一看一看 在我的裏面 整個人 啊 Hallelujah 我做的時候 我做的動作給你看 還有我發的聲音 有個方法呢 將我的靈湧出來向著神 但其實我做的時候 我不用一定要這樣過 我一想耶穌呢 我裡面呢 已經湧流起落 我一想耶穌 起落就湧了 就是我做習慣了 但是開始呢 我發覺這個方法很有用 在一個聲音發出來的時候 你就順便將你的靈 好像湧向神那樣 Hallelujah 耶穌 Hallelujah 為什麼拖長的聲音 讓你有時間 Hallelujah 沒什麼時間 拖長的聲音 讓你用時間去愛護神 你就發覺那個靈能夠湧向神 你就即時 我們上次都已經有一群人 在經歷道起落 感謝耶穌 我想問一問 統計一下 有多少人是這兩次 第一次經歷到在祈禱 或者按手祈禱的時候 經歷起落的 請你舉手 有多少人呢 在這兩次 第一次經歷到起落的 請你舉手 有幾個 OK 有的舉手 舉高手 都有好幾個 即是 有好幾個 感謝神 即是神是第一次帶給你 亦都希望我們能夠 時時 常常 能夠用靈魂討告 整個靈魂 聖經是說到用心靈誠實敬拜 還有聖經是說到盡心盡盛 那個聖就是 With all your soul 整個靈魂去愛我們的神 好了 我又渴望 以利沙華怨感動你的靈 加倍感動我 以利亞說你回去吧 以利沙華我一定會跟著你 一定會跟著你 祂要祝實神的應許 神的祝福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祝實神的應許 我很想得到神的祝福 希望大家渴望 我不是只得我為你按手 可以得到這個恩典 這是一個幫助 但是你有這個機會的受益 如果你知道這個人 真的是跟從神的 是聖靈充滿的 你是可以接受祂的祝福 是可以得著聖靈的充滿的 第六就是大使命 就是耶穌就應許 當你跟從大使命 我就常願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還有按手祈禱 聖經有很多經文 講到按手的 大家如果上網找 聖經工具找 按手 你發覺有很多經文 講到按手祈禱 經歷四年充滿 經歷醫治 這裡保羅就說 提醒提摩泰 他說 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將神直我 按手所給你 因此再如火 挑望起你 就是神直著我按手 給你的恩賜 挑望起你 按手是可以傳遞 有甚麼根據呢 在聖經裡面 勞加福音第八章 有一個婦人 患了十二年血流 摸耶穌 耶穌說 總有人摸我 因為有能力從我身上出來 耶穌知道有人摸他 他有能力從他身上出來 有一個勞加福音第六章 就說眾人都要摸耶穌 因為有能力從他身上出來 醫好了貪污 眾人都想摸耶穌 這句經文告訴我 即是有人摸過 發覺有能力 就告訴別人 別人又摸 告訴越來越多人 結果勞加都知道 每個人都知道 每個人一見到耶穌 每個人都想摸他 耶穌說 你先坐下聽一下道 不要這麼快走過來住 但那些人走過 每個人都想伸一手出來摸耶穌 其實三馬太馬可路加福音 都有記載這件事 大家可以回家看 這裏說到甚麼呢 就是他們一遍耶穌 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傳遞 其實我們都是有聖靈的能力 所以我們在按手的時候 是有聖靈的傳遞的 我自己經歷這件事很多很多次 有一次 其中一次比較不同 不是普通的按手 我是為一個人按手 不過坐在那裡 我膝頭就碰到他的膝頭 他說 咦 牧師你膝頭碰到我 都有能力進入的 原來在我們身體的接觸 無論是哪個部分 都可以傳遞聖靈的神的同在 不過按手不是唯一的方法 按手只是好似提升你一下 你發覺出門口就弱了 但是聖靈的恩公仍然在你身上 你回家不斷 在路上不斷讚美神 不斷愛神 你回家又不斷愛神 你就會保持這個恩公 你在這一段時間 你可以加強 在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我是不斷參加聖靈充滿的聚會 不斷的愛慕神 不斷的使用 我就發覺能夠保持這個聖靈的恩公 每次祈禱都有很多人經歷聖靈 我希望大家真是用心 真是願意付出代價 去渴望 並且我鼓勵大家出來 不要害怕的 其實我們當中有很多人經歷過 都可以分享的 待會我給大家機會分享 鼓勵其他人 其實是好的經歷來的 不如這樣問問大家可以舉手 有幾個在我們上次的按手祈禱 覺得很平安、舒服、輕鬆之類的經歷 平安、輕鬆、舒服、感動、喜來之類的 請你舉手 有幾個有的請你舉手 大家可以周圍看一看 他都舉手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個真實的情況 是真是經歷到 我再想問這個給我 可能抽象 有幾個人經歷聖靈之後 覺得有一種動力 很想去跟從神 很想聽神的話 有幾個有這種情況 我們又看到聖靈 是賜給人這種動力 那就是主 好 然後第八就是處理生命 如何被聖靈充滿 處理生命很重要 有很多人他們常常去聚會 喜歡去聚會 叫做跑聚會 跑特會 常常去 但是他沒有處理生命的時候 去來去都差不多 其實不是一定 我們要去很多很多的特會 而是我們真的在神裡面紮根 處理生命 時事親近神 你就能夠保持這個聖靈的恩高 我們再看這八樣 我們記住這八樣 如何被聖靈充滿 第一就是 抹罪 離開罪 第二 聖經 就是記住聖經 第一就是離開罪 第二就是聖經 第三 信心 第四 心靈 來到敬拜 心靈 來到敬拜 就是 這個靈和魂 思想意志感情 然後呢 第五就是 渴望 希望大家都渴望 不要說我按手過了 第六就是 大使命 遵從大使命 遵從神所有的吩咐 第七 接受按手祈禱 以及聖靈充滿的禱告 是會加強我們聖靈的同在 第八就是 處理生命 處理生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